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最近,《至當真》又被人追擊了 一個頻道被人追擊,不奇怪 但最近連登報告,一連出幾個報告 說關於《至當真》,究竟我們應不應該支持 首先說回幾件事 是的,《至當真》昨天出了一段片 就說他跟Edulis賣廣告 第一件事就是說 他最近又跟這個 做這個綜藝節目 就說這個觸遞食物 跟那個觸遞食物公司合作 第三,他就說 《至當真》會不會報《Boomber》的口塵 究竟很快就玩完了 我們逐一去分析 我們先說了他近期的帖子 就說 《至當真》一旦起了 就對我們一單初籌的支持者 無事 當我們棄言 即是容言即棄 不要這樣說 你們自己看《至當真》這段片 都開心了一段時間 你們都自己抓到你們自己想做的事 聽到自己想聽的事 人家《至當真》拍的片 都沒有娛樂過你的 是吧 好像《書波教室》 大家都看到劇劇笑 難道你又沒有開心過嗎 是吧 怎樣 怎樣 即是 人家洪氣了 怎樣放棄你 是吧 你說什麼 什麼叫做 一做大了就無視粉絲 接著就說 不是說不相信你 但是你給一些肯定出來才看一看 不是其他人怎樣討論 這裏是討論區 不是你自己的Facebook 或者IG 不容易你放下的舉舉舉感受 啪啪啪 有事情 唉 只有這句 我想hater都很難做 不如這位唯恐天日不良巴達說兩句 你知道 這一個個Facebook 都是一個都沒有 只剩下你的Hater在那裡 叫劉珠快點走 很尷尬 所以 其實 究竟有什麼證據 我都真的無法證明 當真 比你 那一件事就是 那時候好像屎萊沒有被人救病 如果他做紅了 他一個禮拜 如果出五條片 五條片都是幫人賣廣告的 那 從商業角度 生存角度 無可厚非 但現在 他有時候都拍些 糕片出來給你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有呢 觀眾的選擇很重要 如果他拍這些糕片 出來 譬如好像剪接C 我朋友都覺得很好看 這些就是 Serve回你那幫觀眾 一開始支持那幫觀眾 是不是 如果他不拍這些片 一個禮拜出十條片 都是十條片賣廣告的 你就可以說 自當真拋棄 我們原本有一幫粉絲 現在都沒有 那你又不可以這樣說別人的 知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呢 這幫東西呢 可以這樣去一個人的 那呢 也都有網友說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反 自當真 一個人 喂 香港是這樣的 魚蛋你卵黃子 我沒得吃魚蛋 你都沒得吃 而不是大家去想 一起吃魚蛋這個問題 是不是 就呢 現在呢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 跟紅頂白的城市 哎 見到人家仆街最開心 見到人家發達最糟糕 是不是 現在我們見到 事當真 又有 Editus贊助 是吧 又有出帝贊助 第二條片 不知道第二 還是第三條片 是吧 想當日做那個 跟這個 樂隊合拍的一起 拍一段片 Delivery 是吧 我都算了 我都說完他的名字 反正我都沒有收錢 那 那 人家賣到廣告 你都替人家開心 所以我們覺得呢 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越來越欺負呢 就是 因為他現在 上了位 我們這些 haters 是不是 我高登仔 都是haters 人家成功 眼紅 喂 你成功你有錢 我又沒有錢 你接廣告 就賺錢 我又沒有錢 我只是看著看你的 那些 收片 這樣笑一下 那你又成功 那你拋下我 就是 這些是很典型 很典型 一個什麼心態呢 就是典型的真人富貴 驗人憑 人家窮的時候 你又屌 你又看不起人 是吧 人家杜小喬 你又看不起人 又說人家根本 你紅都沒有紅過 你又看不起人 人家跳節骨舞 那你又看不起人 是吧 又說人家得色得鐵巨舞 就是你每樣東西都很hate 人家 其實你沒有什麼成功的機會 人家自當真 現在都有個機會上位 喂 終於都拍給你看 雖然是有贊助 喂 算是這樣 是不是 他沒有放棄過我們 他沒有放棄過我們 連根仔也沒有 你不可以每次都說 放棄我 我不可以這樣做 喂 正如一對男女 我們拍到一段拖 對不對 你自己 去到最後被人飛了 然後就說 他變了 他不當初一起 又不看我們一起 他已經變了 現在他 富貴了 飛起我 喂 你都要看自己有沒有進步 喂 人家都和你一起這麼多年 你還想怎樣 自當真 一起都拍這麼多狗片給你看 喂 金剛酷那時候你又不支持 金剛酷也好看 是不是 CaptV就不要說了 太久了 那時候還沒成功 整個氣氛都還沒做 我看金剛酷也不是 我看金剛酷也不是 很多 但我很欣賞金剛酷那些片 你又不支持 金剛酷 他拍很多狗片 他都沒有收廣告錢的 我看沒有收廣告錢 那我怎樣生存 現在人家有女兒有錢 那你又想怎樣 人家可以被 蕭生攻擊 都硬著頭皮 穿著那個Adidas出來 我要堅持 你們有沒有看這段片 人家抓到四大樓樓合作 你有沒有看 你是不是都是這樣 你不要好像 人家欠了你才行 你不可以在人家發達的時候 你可以看 那人家怎樣做 你又哪有這麼多片看 人家豪哥 神言 遊學修 一直在拍片給你看 那你還想怎樣 要不要去接多Adidas 回饋給你 要不要分錢給你 有些人家 有些人家做人 不要這樣 我們學巧一下 欣賞別人的努力 欣賞別人的出品 欣賞別人的成功之處 對自己是有些被益的 知道嗎 有很多網民當然就是摧無求疵 有很多人都追擊他做得不好 有說黃藍那些事情 我不特別說 即是他們 經常都說這些事情 其實沒有意思 對不對 所以 他們經常說 最近一些片段 有一位拍廣告 拍到死 鐘都撐不下 你看Botser那些狠狗 都不撐這幫 自當真正大四耳去 聽完這股水 就開第四個頻道 這個人都幾熟 又CAPTV 金剛酷到是當真 第三個 就是說CAP這段水 就是第四個頻道 之前的頻道 都沒有怎樣CAP水 CAPTV 還CAP水 比金剛酷更多 我自己覺得 如果下賣廣告 是不是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正如我剛剛的分析 你看看他近排 拍的片 是不是開始 多數都是拍廣告 沒有了一些糕片 那你就死了 是不是 那就是氣質 你們是不是 拆頭 那 所以呢 我們 有時候 你不可以 找別人一些缺點 來講 你試試欣賞別人 是不是 我經常都說 找別人 超別人的錯處 找別人雞蛋類的骨頭 是幾個容易 但是 你可以找到一個人的正面 欣賞的價值地方 那才是重要的嘛 你不是每次都說 你為什麼是試浪真 拍廣告 什麼什麼 就是幫資本家 你不可以這樣說 人家都拍了這麼多片 給你看 那我覺得 你真的要嘗試去欣賞別人 是吧 喂 還有呢 他還拉攏了四大頻道 是吧 還有很多的建樹 跟蕭若元對抗 是吧 這些 我們雖然 真的有時候 是為了錢 廣告 但是 我們都要 跟上去背後 那份熱誠 那種理念 是吧 那種盼望 那種努力 那我們做人 才不用整天 在這個hater的狀態 整天變成 很灰暗的怨憤制